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61集 天龙鱼跟我走 就在海陈大尊目露轻蔑的瞬间 就在白小春的鱼钩甩入天池内的刹那 几乎是刚刚沉下水面 突然的随着水花清香 池水里就有一条足有一掌多长的天龙鱼 直接就一口咬住鱼钩 那鱼嘴咬得太狠了 就好像生怕鱼钩脱了一样 直接就吞到肚子里 在白小春的惊喜中 他起身用力一拽 顿时这一掌多长的天龙鱼就随着鱼险被抛弃 拉出水面后掀起大量的水珠 其身上的金色鱼鳞在那阳光下璀璨无边 四周的水珠同样五彩斑斓 使得此地的一切顿时就引起了远处不少人的注意时 这条天龙鱼也顺利的被白小春一把抓住 只见他此时眉飞色舞 兴高采烈的将刚钓到的天龙鱼收入厨袋内 一切都太快了 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目瞪口呆的同时 海臣大尊的脑海也都昏明起来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抬手用力的揉了揉后 看着地面上被掀起的吃水 看着白小春的振奋的模样 老头吸了口气 顿时傻眼 你方才要说什么来着 白小春此刻心情振奋 只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天才 这些天龙鱼竟敢鄙视自己 如今小小手段 就立刻让这天池龙鱼乖乖就范 兴奋中 他想到之前身边这个 似乎在钓鱼上很厉害的老头 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个字 于是好奇的问道 我 海陈大族心脏加速跳通 此刻脑海游子嗡鸣不断 连连深吸几口气后 才勉强恢复过来 听到白小春的话语后 他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干笑几声 那个通天宫运气不错 说着 这老头连忙将自己的鱼钩 也飞速的扔向水面 所扔的地方 与方才白小春的鱼钩 在同一个位置丝毫不差 他心中更紧张 看着水面下 此刻有不少天龙鱼来临 一条条刺有些焦躁 看都不看他的鱼钩 白小春听着面前老头的话语 内心颇为得意 咳嗽一声后 将鱼钩再次甩向池中 所甩的位置与老头的鱼钩不同 这一次 他是甩在了海陈大尊面前的池水里 几乎在白小春鱼钩落下的瞬间 老头眼珠子立刻看了过去 呼吸也都微微急促 可紧接着他眼睛就猛的睁大了 他看到池水内的天龙鱼 一个个如同发狂般 瞬间直奔鱼钩而去 就连池水也都被掀起波浪 这些天龙鱼似争先恐后 爆发出全部力气 眨眼的功夫 就有一条强壮的天龙鱼 一口咬住了鱼钩 仔细一看 其目中似乎还有激动 这一幕 让海陈打算整个人好似五雷红顶 手中的鱼竿 都差点拿不住 整个人都跳起来 尸声惊呼 不可能 他这一辈子也都没有如今天这样 觉得天崩地利 实在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 超出了他的想象 颠覆了他的心神 他坐在这里 一百多年了 不是没看到过天龙鱼被人调出 可每次看到的都是那些天龙鱼 似乎在挑三拣四后 如同施舍一般的懒洋洋的咬着狗 与其说是钓鱼 不如说是天龙鱼想要换个家 换个鱼奴 可今天他看到的这一切 让海陈打算心神都天翻地覆 这哪里是钓鱼 这分明 是那些鱼在讨好白小春一样 生怕咬不到鱼狗 海陈打算失魂落魄 指着吃水 看着白小春 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可却一句话也都说不出来 这一刻 远处的那些之前注意到此地之人 也都纷纷骇然 一个个心神同样震动 嗖嗖声下 很快的这四周就围绕了数十人 哗然之声 也在这一瞬爆发开来 居然真有人钓上了天龙鱼 天哪 不是一条是连续掉出两条 这什么运气啊 这也太逆天了 不是运气 这是与天龙鱼有缘的 四周众人 嘈杂声极大 换了其他时候 必定会让池水内的天龙鱼 觉得吵闹而散开 可今天 池水内的天龙鱼 不但没有少 甚至有眼尖的人 尸声惊叫起来 你们看啊 看哪里 天哪 这么多天龙鱼怎么 怎么都过来了 随着他话语传出 四周众人纷纷抬头 短时 他们就被眼前池水内的景象 所彻底震撼 只见 这天池水面 波澜起伏 水面下一条条天龙鱼 一个个如同红了眼 疯狂的从四面八方冲来 一扫之下 这水下的天龙鱼 怕是足有数千条之多 形成的壮观一幕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不断的吸气 至于海陈大尊 如今已经彻底发蒙 看着水面 又看着 正在将那第二条天龙鱼 收入除代的白小春 他只觉得 今天的这一切都充满了诡异 与匪夷所思 白小春也有些心惊 看着池水里 那些似有些疯狂的天龙鱼 他意识到 置换丹的作用 或许 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大一些 尤其是 他之前天天扔丹药 突然几天不扔 就如同上瘾之后 一下子断了来源 怕是这些天龙鱼 一个个好似饥饿了好久 今天突然有了那沾染一些 置换丹气息的鱼钩 自然就抓狂了 这事闹得有点大了呀 白小春有点紧张 可一想置换丹 无色无尾 早就被那些龙鱼吸收 就算是查看 也查不出什么端倪 毕竟通天世界的丹药 与永恒仙玉 虽方向一样 可内在的结构 却完全不同 最主要的是 白小春舍不得这些 一条条与自己有缘 恨不能直接跳到自己肚子里的天龙鱼 于是白小春一咬牙 第三次将鱼钩向着水池甩去 这一刻 四周的所有目光 刹那街都紧追着鱼钩看去 海臣大尊更是呼吸都停止了 目不转睛的望着白小春的鱼钩 比之前两次还要夸张的一幕 刹那街就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引起的惊诧之声 瞬间好似直身闹事般 海臣大尊更是好似被天雷连连轰击 等等等等连续刀腿竖部 看向白小春时如见了鬼 只见那鱼钩 在白小春第三次甩出时 居然还没等落入水面 就有数十条龙鱼 竟主动的从水面下冲了出来 在那水滑的大量飞剑中 这数十条龙鱼在半空中 一个个相呼尾巴狂甩 四用了全力要去将对手拍开 如真正的打架一样 争先恐后的要去抢夺鱼钩 甚至在水面下 此刻还有更多的龙鱼 也都破开水面 这一幕惊人的程度 已经骇人听闻了 好在终于有一条龙鱼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得以无比 又有激动的一口咬住鱼钩 任由白小春将其钓上来 也都不松口 费了好半傻 白小春才将鱼钩取出 经过这条天龙鱼的折腾 鱼钩上的置换丹的气息 也早就消散的干干净净了 否则的话 估计这条龙鱼还不会松口 四周众人在短暂的沉默后 喧嚷之声比之前更为强烈的爆发出来 这 这是在钓鱼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与天龙鱼有缘之人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声音如浪 传遍四方时 白小春心虚 尤其是看到海陈大尊那里 四倍刺激的太深 整个人都有些磨正了 他赶紧将那条天龙鱼收走后 遗憾的打算结束这一次的钓鱼 他们 竟为了咬钩 打起来了 海陈大尊 傻傻的看着白小春 又看了看 自己此刻扔在水面下 无鱼问津的名贵鱼钩 他觉得 自己这一百多年的钓鱼 与白小春的钓鱼 不是在同一个天池 此刻眼看白小春要走 海陈大尊呼吸顿时无比急促 猛的跳起来了 直接拦住白小春的去路 在白小春心惊警惕时 海陈大尊双目赤红 盯着白小春 手中的鱼竿 白刀摇 你这鱼竿买不买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